在轨道里就做官去了 这个土地就是乡镇长 城隍就是县市长 到轨里就做官去了 所以佛法也不能贪 佛是叫我们断贪心 不是叫我们换对象 所以换对象是没用处的 没有办法超越果报 除生到愚痴 愚痴的象是什么呢 真光 这些死哪些死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疲倦 是非 善悟 厉害 这些你没有能力 必定 你把假的当作真的 把真的当作假的 把邪当作正 把正当作邪 这是愚痴的 这是愚痴的 这个世界 像这样愚痴的人 我们随时随地 在中国在外国 普遍都能看见 宗原是说佛 佛法里面也有真假了 修学大乘法里面 大乘法里头也有邪正了 并不是法有真假 法有邪正 修学的人 人心有真假 人心有邪正 于是法就不纯了 我们如果不能够 辨别的问题严重了 这也就是愚痴 愚痴的果报出散